大約100人星期日在東京遊行 要求日本政府停辦奧運 將資源用於對抗疫情 他們到舉行奧運田競測試賽的 國立競技場外面叫口號 有人舉起取消東京奧運的標語 日本讀賣新聞星期一公布最新民調 近六成人認為應該停辦今年7月的奧運 支持舉辦的就有近四成 網上一個要求取消奧運的聯署 開始5天已經有超過30萬人簽名 手上監議委同日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會議上 被問到應不應該在嚴峻疫情下繼續舉辦奧運 他回應說從來沒有將奧運放在第一位 又說首要工作是保護人民健康和生命 壓止新冠病毒傳播 他重申國際奧委會有最終決定權 決定是否繼續籌辦奧運 政府的角色是採取所有可能的防疫措施 協助主辦方安全舉行奧運 另外東京奧組委宣布 因為東京等地現場緊急狀態去到今個月底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 原定今個月17日和18日的訪日行程將會押後 傳媒報導將會推遲至6月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